各位先進、各位出版社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來跟各位談這樣子的一個主題 從咪不可來談數位出版的親密關係 那首先我想跟各位介紹 介紹我們小騰這幾年的一個發展歷程 然後來看我們在數位出版 這段時間的一個努力的軌跡 小騰士成立在1997年 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我們是以發展 3到12歲的兒童幼教光碟為主 然後在2001年開始 我們因為一個機緣之下 所以我們跟日本的一個Sony PDA合作 那時候開發的一個軟體叫做VoiceReader 那也就是主要是運用在這個英語的學習方面 然後在推出的當時其實受到日本電車族 就是相當的一個歡迎 所以後來我們就這樣子的一個合作的模式 接下來就跟日本的一個Casio繼續合作 那我們覺得整個的成效相當的不錯 所以在2002年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把它拿回來台灣來加以應用 然後在2002年的這個 我們獲得了那個就是空中玉儀教室 集天文化跟知音文化大興書局 他們的一個支持 然後我們就開始轉型到行動學習 然後開始我們命不肯的一個建設 然後在2003年的時候 我們也開始在行動的這個工具書上面來發展 那我們第一個合作的一個partner 就是智慧掌員有字典通 然後再來就是大興書局的新時代日和詞典 然後還有望文的醫學詞典 那這個部分裡邊除了這個工具書之外 我們其實因為那個就是衛星導航機的一個流行 所以我們也把整個的一個領域擴展到行動旅遊方面 然後跟這個當時的這個衛星導航機 其實有很多的一個合作的一個機會 然後2007年其實我們在行動生活上面的一個運用 其實是除了行動生活學習之外 其實它擴展的面就逐漸的擴展開來 但是因為2007年就是PDA市場的一個視為 所以後來我們就轉進了這個智慧型手機多平台的一個建設 然後我們把這個技術引進回來台灣之後 其實我們對於小騰的一個定位 原則上我們就是希望是專業分工 那小騰的一個優勢其實是在技術方面 然後我們當然就是覺得說內容有各個專業的一個出版社 所以如果能夠把彼此的一個優勢加成起來 那所開發出來的數位產品 其實它是優質的是更棒的 所以以這樣子的一個觀念裡邊 其實我們就開始一直找很多的出版社 一起來進行合作 然後在這一塊裡邊 我們對於這個傳統的內容 其實我們不只是在加以數位化 然後行動化而已 那我們更希望就是說 對原來的這個傳統內容 可以給它加持 然後賦予它一個新的生命 那這樣子對於一個 比如說我們行動的使用者 以及這個行動廠商來講 都一個有更優質的一個產品 可以使用 造成這個多營的一個情況 那接下來就是介紹一下 我們就是將近十年在行動裝置端的一個發展 那目前我們已經有開發的平台 包括現在最夯的就是iOS 以及那個Google Android的系統 那在之前也有就是Windows Mobile 以及Windows 11 那Windows 11其實多半都是應用在一些專用機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這個Nokia Symbian的系統 那Linux這個是我們之前跟華碩EPC合作的時候所開發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Java的 那我們的產品其實這裡 我們都是以me當開頭來命名 那其中當然現在就是說 像mebook當時我們對於這個產品的一個命名的時候 最主要是取mobile ebook 就是行動化的有生書 那當然它也有一個media的一個 就是希望它是多媒體的 可以有更多的一個運用 然後在現在一個me的世代裡邊 其實它更富裕有一些的時代意義在 就是me其實它是一個比較私密的 所以應用在我們的手機裡邊 那同時我們開發出來這樣子一個mebook 其實它還是有它個別化的一個學習 它不需要說一個很自私的 你可以根據個人的一個學習進程來去做一些的設定 那除了mebook這個有生書之外 我們剛剛也介紹過就是字典的部分 以及那個旅遊 然後另外我們也開發了一個工具 就是屬於比較娛樂性的就是me color 那這一套因為歌曲的這個詞曲 取得是比較困難的 比較複雜的 所以後來我就是提供了一個工具 然後就是一些朋友來自己去製作 那另外我們在今年度 明年度裡邊 大概還會針對一些 比如說me guide跟me game這樣的一個系統來發展 那這邊是我們小騰的一個得獎的一個記錄 那我們當然很有幸就是跟很多優秀的一個content的partner 合作也幫助我們得到了蠻多的一個獎項 那其中我們跟這個數位景頂獎也特別的有緣 所以在第二屆第三屆我們都以小騰的一個名義拿到了 這個數位景頂獎的互動設計獎 然後另外第一屆跟第四屆 因為空中運輿雜誌的一個得獎 他們以他們豐富多元的內容來獲獎 那我們小騰有參與製作 所以對於他們的一個獲獎 我們也予有榮焰 好在接下來我想說介紹這個me系列產品的一個開發 然後也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介紹 然後可以激盪跟我們跟各個出版社有更多的一個合作的一個奇蹟 那這個是我們剛介紹過就是mebook行動有聲書 那在這個部分裡面其實我目前比較著力在 英語學習跟日語學習的mebook開發 那另外也有延伸到這個華語的學習跟氣管課程 然後再接下來這個me reader的導航家 這一塊裡面其實就是user可以利用 他們比如說是租來的或者是我買的DVD 然後透過我們簡單的一個工具的轉換 那你就可以在我們的me reader plus上面 來看聽學英文跟唱歌學英文 然後英語新聞的行動報其實是我們跟創意家 還有中央通訊社的一個合作 透過每天發送這樣的一個英語新聞 來進行一些互動的一個學習 那這裡我要特別介紹一下mebook 因為我們mebook其實跟內容廠商合作 其實還算蠻密切的 那其實它本身是一個MT3的一個格式 那我們把出版社裡邊就是提供的這個文字聲音 還有它的圖像 那假如說它的內容本身有一些測驗的功能 那我們就把它整合起來 然後再加以就是我們自己的一些學習效率的一些功能 然後把它整合遷入這個MP3檔裡面 所以這個MP3檔其實我們假如說使用在MP3Prayer 它只是一個聲音 你可以聽到 但是假如透過我們的一個me reader來使用 你可以看到文字 可以聽到聲音 還可以做一些 比如說是個別化的 或者是行動化 互動化的一些 就是學習 所以這個裡邊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格式 所以我們跟出版社進行了很多方面的一些合作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我會介紹 那這個是我們在各個 就是智慧型手機平台的一些產品的一些畫面呈現 那我們因為在語言學習的部分裡邊 其實我們已經開發了七八個年頭 然後也吸收了很多出版社的一些給我們的一些意見 所以這一套的這個機制其實它是相當的 就是它整個提供的功能 還有對於學習效率的提升來講 其實它算是還一個還蠻完整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是我們在iPhone上面 比如說進行這種個人化互動化的一些 英語學習的一些介面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是在iPad上面的一個 表現 然後因為它的一個使用的介面比較大 所以會讓我們看起來是更舒適 這個是我們在enjoy上面的一個呈現 那它當然跟iPhone的這個功能其實是大同小異 好這個也是 那在接下來因為剛剛大部分都是 我們mebook就是小藤智友的一個產品的一個開發 那我們以這樣的一個技術跟很多的這個夥伴 也有一起合作 然後有一些的產品產生 那這個就是常常獲獎的這個空中語教室雜誌 它的一個呈現 那這個是屬於在PC端的 那我們也把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放置到這個iPhone、iPad上面 所以它也有iPhone跟iPad的一個版本 那我們在一月份大概 就是加進那個apppurchase的一個功能 所以也會有除了inapppurchase的訂閱的一個模式之外 我們也會陸續把我們那個語音速度的調整的一個功能加進去 那在這個方面裡面其實我們還會再做相關技術的一個提升 那這個是我們跟極天文化的一個合作 那它是把這個mp3的檔案 它原先的一個呈現其實只是一個mp3檔 但是在這個部分裡面它後來採用了mebook的光碟 它可以做更多元的一些的 就是可以提供它的一些產品的一個競爭力 那這個是在11月16號 就是台客到mybook書成的一個announce 那它採用的這個reader其實也是由小騰來開發的 那這個reader比較特別就是 比較不同於其他兩家的這個電信業者的一個模式就是 它除了這個reader可以整合epop的電子書的格式之外呢 它同時也可以讀取我們mebook格式的電子書 所以提供給user更多元更多的一個選擇 那user在使用方面也有更方便的一個閱讀介面 再來這個就是我們跟HTC 就是人力資源的內部員工訓練所採用的一個solution 那它這個就是說比如說HTC的員工 他利用他的手機來做一些行動的學習 那他可以在他手機連上網的時候 比如說我今天已經讀了三個小時 那連上網之後他就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時間 就是傳回他們的人力資源部門裡面 那再來這個是我們剛剛前面跟你們介紹的就是 我們跟卡西歐合作的一個模式 那看這個reader裡面其實都已經有一些歷史的一個痕跡在了 那這個是我們行動工具書的系列 那在後面其實是他相關的這個作業系統 我們已經移植過去了 這個是相關的一個他的產品的一個畫面 那另外旅遊的系列裡面其實也是我們得獎蠻多 然後像那個台灣旅遊玩家 其實是我們跟衛星導航技合作最多的一個產品 那另外兩項就是行動旅遊書 其實這是我們跟成邦集團的默克出版所合作的 然後也拿到2008年的數位金頂獎 然後me star這個是2009年數位金頂獎的一個作品 那這個是我們行動旅遊書的一個畫面 那這個是我們今年就是拿到這個工業局 它的一個數位內容補助的一個產品 那在推出來的時候 這套產品其實一直在我們那個Tophead的排行榜裡邊 它一直在推出來的一個月裡邊 它一直是10名到50名中間排款 那目前我們推出來不到兩個月 其實這系列的產品大概已經銷售三千 三千套以上了 這個是我們關心的一個軟體 那今天也很高興就是有機會跟各位 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這個簡單的一個流程 就是其實我主要是要表示就是說 出版社提供給我們只要有文字檔聲音檔 或者是相關的圖檔配合它的電子書 然後會由我們來開發這個AP 整個後端的製作一直到上架 全部都是由小藤來負責 那因為我們在這裡邊 我們就是除了各式的compan 那我們會加以這個數位化還有這個創新加持 然後再讓你跨最多的一個平台 然後也可以在就是全球多餘化這樣的一個市場來銷售 然後在這個線上商店裡面 因為現在線上商店其實它的相關機制已經滿齊全了 當然有一些還有它的一個限制跟發展 那我們小藤會特別去注意這一塊的一個模式 那最後我想講的就是說其實數位 數位儲版品其實內容才是我 然後內容也才是主角 所以我們的技術其實是扮演了一個化妝師的一個角色 那我希望小藤是一個最棒的一個化妝師 然後可以把各位的產品配到各個的智慧型手機的這個舞台上 然後展現他最多姿的一個風采出來 然後我也希望說這個機會裡面很感謝今天大家的到場聆聽 那也希望我們有很多的一個合作的一個機會 謝謝 好 非常精彩 謝謝